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会很高兴 中国是委内瑞拉主要债权国 过去十年间 中国借贷给委内瑞拉大约500亿美元 委内瑞拉则用石油运输偿还债务 也就是贷款换石油模式 不过作为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成员国 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委内瑞拉 仍欠北京大约200亿美元 据委内瑞拉管理咨询公司称 马杜罗希望中国可以再借贷50亿美元 并延长还款限期六个月 而彭博社早些时候 援引委内瑞拉财长称 中国已答应将再贷款给委内瑞拉50亿美元 南南合作范例 面对外界质疑委内瑞拉还款能力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两国合作进展顺利 发言人耿爽说 所签贷款合同完全符合国际规范 所有操作都依法合规进行 所取得成果也都用于造福当地人民 他提到委内瑞拉是中国的战略和经贸合作伙伴 马杜罗访华有力推动双边关系 和助其恢复稳定发展 德国之声专访 台湾治理科大拉美研究所所长 向骏他认为 中国之所以继续帮助委内瑞拉 是因为希望这个南南合作范例能成功 向骏说 如果能够成功 可以推行到非洲 向骏表示 虽然中国有很多要不回来的贷款 但跟委内瑞拉的合作 特别是石油换贷款 这个地缘经济战略更重要 虽然中国在经济上的损失亏本 但能够增加在拉丁美洲影响力 有关中美在拉美的角力 向骏说 美国想在委内瑞拉发动政变 这让委内瑞拉状况雪上加霜 这时 中国及时伸出援手 是雪中送炭 在拉丁美洲能建立好形象 他也强调 在美国制裁委内瑞拉时 中国提出的经贸合作 也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 全球风险系数最高的国家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学者陈茂修 对德国之声说 在还款问题上 委内瑞拉是全球风险系数最高的国家 他表示 虽然委内瑞拉一直优先考虑偿还中国债务 但是如果像报道中所说的一样 中国将再续带委内瑞拉50亿美元 很有可能委内瑞拉无法履行债务 陈茂修说 很明显 近年来 随着委内瑞拉危机加剧 针对偿还贷款和石油运输的条款 被反复修改 对于中国而言 如果这次提供新一轮贷款 就必须得到马杜罗本人的各种保证 鉴于委内瑞拉极不稳定的经济和政治局势 中国政府对这些保证 也应持怀疑态度 委内瑞拉通货膨胀严重 这趟中国之行 是马杜罗在无人机刺杀未遂事件后 首次出国 在他抵达前 副总统罗德里格斯 访问了北京 并会见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官员 马杜罗政府大幅贬值国家货币 希望阻止国内经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 不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 委内瑞拉的通胀率将在年底前达到百分之一百万 这使得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 出逃至临近拉美国家 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数据 委内瑞拉8月原油产量下降至 每日1448000桶 是在2002年12月至2003年2月期间罢工外 30年来的最低标 双输关系 研究中国与拉丁美洲经济与政治关系的陈茂修 将中国与委内瑞拉关系描绘为绝对的双输关系 他对德国之声说 对于中国而言 如今向马杜罗提供新贷款 意味着为一个不称职的政府提供生命线 这个政府因为其无能和越来越专制的治理方式 让其人民愈加贫困 委内瑞拉政府对该国石油部门和整体经济管理不善 而中国提供的贷款 帮助了这个政府委内瑞拉人民成为最大的输家 他还称 由于委内瑞拉无法履行原来的贷款和石油运输条款 中国利益其实也受到侵害 此外 委内瑞拉石油生产率和出口的快速下降 导致全球石油价格上涨 这意味着中国因为支持委内瑞拉管理不善的石油部门 导致最后要支付更高的石油进口价格 陈茂修说 中国称在支持委内瑞拉的发展和稳定 然而 通过继续支持马杜罗政权 中国正在破坏这个拉美国家发展 助长不稳定和混乱 更糟糕的是中国公民和纳税人的钱 正在为这种双输关系买单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吴小平文章起波澜 当局葫芦里卖什么药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9月15日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一篇胡平的评论文章 9月11日中国财经界人士吴小平发表了一篇短文 称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 应逐渐离场 此文一出反响强烈 在一天时间内就有两万多条跟帖 紧接着第二天9月12日中国官方媒体就高调反驳 经济日报发文说对这种蛊惑人心的奇葩论调 应高度警惕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纷纷转载 新京报也发文反驳说吴小平的网文并非孤立现象 而是代表了社会上的一种错误思潮 官方媒体的反驳来得这么快 这么高调这么大阵势可见中共当局确实没有吴小平说的那个意思 并不打算要私营经济离场 然而吴小平的一篇短文竟然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那也说明人们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之所以很多人担心当局会让私营经济离场 那和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向左转做法有关 和多位商界大佬最近评出状况有关 也和201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及201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有关 这两份中央文件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 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等等 国有资本入股非国有企业即私有企业 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上世纪50年代中共搞的公私合营 所谓公私合营就是国家投资私有企业并由国家派干部和资本家实行合营 规定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 合营企业必须遵守国家计划 受工方领导经营管理 则由工方代表同私方代表共同负责 但实际上私方代表有之无权 不消说没有资本家会喜欢这样的公私合营 只不过当时的形式是三面架机枪 只准走一方资本家别无选择 那么现在中共要搞的国有资本入股私有企业 是不是第二次公私合营 会不会和当年的公私合营一样呢 我以为有一样也有不一样 不一样之处是现在的国有资本入股私有企业 不会像过去那样强调公有成分的领导地位 不会强调遵守国家计划 以及受工方领导经营管理 也不会强调工方代表与私方代表共同负责 也就是说接受了国资入股的私有企业 平时还是由私企老板控股和经营管理 老板还是老板 但这只是在一般情况下 遇到特殊情况就另当别论了 这就像私企中的党组织 如今很多私企中都建立了党组织 可是这个党组织和毛时代大小单位里的党组织不一样 在一般情况下 它并不发挥该单位的领导者功能 平时不动声策 遇到特殊情况才发挥威力 鉴于毛时代的惨痛教训 现今的中共当局深知私有经济 对付活力 它还需要私有经济发挥积极性 因此并不打算过河拆桥 切莫杀驴 但由于私营企业的私人性 不在当局直接掌控之内 又让当局感到不放心 因此他要给私企塞进一个作炭 套上一个紧箍咒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非焰台风夺外交官性命 台湾驻大阪处长不堪受压 自已身亡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9月15日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上任才两个多月的台湾驻日本大阪办事处处长 苏启成 9月14日在狱所自已死亡 死讯震撼台湾政界 由指他早前在大阪风灾中 协助台胞疏散的工作不利 而受到谴责 怀疑不堪压力自杀 有学者表示 风灾问题已提升至政治层面 导致当事人要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 现年61岁的苏启成 9月14日早上 没有如常到台湾驻大阪办事处上班 秘书前往他的寓所查看时 发现他上吊轻生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据日本媒体报道 当地警方在苏启成家中 发现遗书内容提到 他因为处理台湾人滞留关系机场的事情 受到严厉批评 让他感到非常痛苦 台湾的总统府发表声明指 对于苏启成轻生 表达悲痛及不舍 总统府已指示外交部 全力协助死者家属办理相关后续事务 同时呼吁各界 给予所有在前线为台湾努力的外交人员 最大的鼓励与支持 台湾的外交部发声明指 苏启成处事 认真负责 担任外交人员 生涯期间表现优异 所以对其不幸离世 表达最深知的沉痛与不舍 外交部将负起责任 全力协助家属 处理后续事宜 也期盼社会各界 尊重家属的隐私与心情 本台傍晚致电台湾的外交部 希望了解进一步的情况 职员表示 不会再研究苏启成自杀的细节 而驻大阪办事处处长的职位 暂未安排人员顶替 发言人说 相关的回应就是 我们发言人那边就是有处理了 那我们就没有在针对细节的部分 再多做琢磨了 台湾驻大阪办事处的电话 无人接听 台湾政治学者 国家政策基金会副研究员 李正修表示 风灾发生在日本大阪 台湾当局对滞留当地的台湾民众救援不力 虽然台湾驻大阪办事处 要负上部分责任 但他认为 苏启成要面对的压力 不只是被当局问责 最主要的是 风灾的问题 已经演变成政治层面 在面对舆论等多种压力下 当事人是很难处理的 李正修说 台湾这个有一个比较 你可以说是有趣 或者说一种特殊现象 就是说 很多的网民是政党的打售 所以一旦对自己人有抹黑的 或者怎么样批评的话 这些人就在网络上来攻击 做所谓的政治斗争 这样的舆论 对我们的这个外交官就造成很大的压力 熟视台湾正式的香港评论员 郑翰良表示 大阪风灾时情况非常混乱 不是每一个国家及地方都可以派专车在机场附近 接在民众离开 所以认为不要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台湾驻日本当地的办事处 郑翰良说 这件事如果要深则台湾驻日方面的人 我觉得意识有些过分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其他国家地方的人 都没有说特别去派车 诸如此类的 只不过中间有一个巧妙的地方就是说 有传闻大陆人 要求台湾人自认识大陆人才能上车 在台湾方面就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就一定要找个人做牺牲 但估计不到 真是有人会自杀 这么严重的事情 日本近日天灾不断 关西河北海道受到台风及地震重创 台湾驻日官员的应变能力遭到舆论质疑炮轰 其中驻大阪办事处当时忙于应对关西地区的学生及侨民 随后有台湾网民表示 向办事处求助 竟遭冷雨对待 痛批救助台湾人不利 据悉 台湾驻日本各地办事处的六位主管 原定9月15日周六要在大阪召开会议 检讨最近关西机场受台风侵袭时 驻日官员对受困台湾旅客的工作态度 大阪风灾期间 曾有民进党人士将救助不利的责任 归咎于大阪办事处处处长身上与驻日代表谢长廷无关 据绿营人士透露 外交部此前却是有检讨苏启成计划换掉他的处长一职 并可能改由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张树林接替 苏启成33年前到大阪大学留学 之后曾在驻大阪办事处服务三年 1991年在进入台湾外交部服务2007年于日本东京担任台湾驻日本代表处秘书 2013年12月起担任台湾驻日本冲绳县纳罢办事处处长 今年7月调职到大阪复任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美中关系走向对抗性竞争 皆因过早放弃韬光养晦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9月15日 美国之音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之际 一些美国学者说 美中交手不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 双边关系已经从1970年代的全面接触 转向今天的全方位对抗性竞争 这些学者还说 即便是中国继续韬光养晦 也改变不了美中关系 最终走向对抗性竞争的轨迹 美中关系走向全方位对抗性竞争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 9月14日就目前的美中关系举行研讨会 该研究所主任 代博这样形容美中关系 他说 这是北京和华盛顿的一致看法 这个关系 现在更具有对抗性 这是一个变化 美中关系中的第二个变化是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关系 是全球性的竞争 涉及到全球各个角落 甚至包括北冰洋和南极州 这是地缘战略的竞争 是军事的竞争 是意识形态的竞争 也是经济的竞争 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史无前例的 2017年 特朗普政府出台 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在其中 中国与俄罗斯一起被列为 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戴博说当时很多学者很震惊这样的表述 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 特朗普政府抓住了美中关系的实质 他说特朗普政府应该是在追赶中国的思维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中国很早就把美国当成实现自己报复的障碍 戴博解释说对抗性竞争并非意味着两国一开始是敌人关系 一开始的努力就针对对方 但是两国在寻求同一个目标 同一个资源 而最后只能是一方胜出 在美中关系中 美中的相同目标 是都寻求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 都是放弃韬光养晦惹的祸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 中国在外交事务中越来越活跃 试图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2017年10月在中共十九大会议上 习近平更是向世界宣告 中国越来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要向全世界奉献 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 与此同时发生的不仅是美中关系的交恶 整个西方社会 从美国到欧洲到澳大利亚 都对中国的野心和未来的走向 产生了质疑和警惕 中国高调宣传的2025中国制造和一带一路 更让中国成为众矢之地 西方担心中国将主导未来的高科技领域 并通过一带一路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 有学者认为 中国外交环境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 是因为习近平政府过早放弃了邓小平当年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担当更大的全球角色 应该是大部分中国人的诉求 并非只体现了习近平一个人的意愿 华盛顿智库 史厅生中心 中国项目研究主任 孙韵 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 如果你问问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中国学生 鉴于中国国力的发展 以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中国是否应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中国是否应该拥有更强大的外交政策 我想大部分人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他解释说 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担任领导的十年 应该是中国在外交上极为低调的十年 但是中国人却认为 这是中国不作为的十年和失去的十年 这意味着中国人认同中华民族的复兴 认同复兴确实需要一个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 一个有别于从前的外交政策 他认为中国未来在宣传上可能会低调一些 但是不会放弃2025中国制造这样的产业政策 即便没有特朗普和习近平 美中关系也会发生转变 除了习近平的高调外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 也被很多中国学者认为 应该为美中关系目前的困局负责 但是威尔逊学者中心的戴博认为 即便不是特朗普也没有习近平 美中关系也会走向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之路 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 戴博解释说虽然领导人可以影响两国关系的日常状态 但是却不能改变美中关系走向竞争的轨迹 他说为什么这些国家突然对中国感到担忧 因为中国变得更加富裕和更加强大了 中国的所作所为与其他拥有财富和能力的国家的所作所为没有不同 那就是推进自己的防御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国际利益 并有能力去捍卫他们 他进一步解释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担心 还在于这是共产党政府的行为 他说我们在说中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做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自己的做法 自己运作的方式 在捍卫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确实有能力传播自己的方式 并让自己的方式被接受 日本外交官杂志4月的一篇文章说 与其说特朗普是造成美中贸易战的唯一原因 不如说他体现了华盛顿正在形成的两党共识 那就是早该对北京强硬了 这篇文章的作者说 这样的共识其实可以追溯到奥巴马政府的晚期 这样的共识源于对一个迅速崛起 而且又不愿意拥抱美国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的中国的担忧和失望 变本加厉的是 中国还被认为通过所谓的瑞实力在推销自己的模式 在积极破坏西方民主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专家解读中国发布最新经济数据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9月15日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周五发布最新经济数据 被视为推动三驾马车的工业产值 零售和固定资产投资等 均发生明显变化 而面对美中贸易对峙 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走势 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反映 零售和工业生产增长加快 8月零售销售同比增速加快至9% 高于预期的8.8%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 和预期相弱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毛胜勇9月14日形容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毛胜勇说 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总体稳定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 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 仍然突出 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大陆消费影响不大 但加重贸易关税 可能拖累明年的零售销售增长 尤其大陆提高美国进口汽车的关税后 部分消费者难以负担昂贵的价格 如果大陆真的扩大向美国或征收关税 对零售的主要影响将在明年浮现 大陆独立经济学者 龚胜利却认为汽车在中国并非生活必需品 对消费数字未必有显著影响 龚胜利说 这次加收汽车关税可能对中国影响不大 除了美国以外 德国日本的汽车进入中国都畅通无阻 美国海湾石油加油站本月在中国落户为中石油和中石化垄断市场敲响警号 龚胜利认为 与汽车相比 进口汽油的价格和中国消费者更息息相关 龚胜利说 现在最大的考验就是 中国是否真的能实行发达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地位 因为中国老百姓需要的是物美价廉 中美贸易战打下去 从美国来的汽油会减少量 量亦少 中国的汽油成本和价格肯定会高起 至于今年1月至8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出乎预期放缓至5.3% 比上月减慢0.2个百分点 也是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 中信银行国际研究部主管 廖群表示 固定资产投资放缓 主要受累于大陆基建项目的真空期 但中央开始放宽 个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限制 预期资金压力缓和下 基建项目会加快上马 刺激固定资产投资反弹 廖群说 前一段政府为了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 有意放缓了基础设施投资 但是看来效果好像很大 觉得过分了 现在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战 政府决定要把基建的速度重新提起来 廖群估计顾头到今年第四季会回升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场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击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您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点击明镜之声APP 左上角的目录标志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活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活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表明镜观看 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转发 声 Into occurred 听项 meet